MING PAO CANADA 棉花… 找到好東西了 看過?是甚麼來的? 找到這些風水雜誌 標題寫著《香港填海風水大兜亂》 填海? 填海不是今時今日的 有甚麼特別呢? 你的書是甚麼時候的? 我的書是1997年 1997年? 那她預言過甚麼?又中不中? 她說風水美地,填海積破 又說香港經濟受損 那你覺得十多年後的今日中不中? 也中的,十多年來的確有些金融危機 經濟受損 那這些順不順由你 不過如果我們可以早點知道這些東西 就好些了 是呀,所以今天特別邀請譚師傅 跟我們說說風水奇聞 這這麼多年來香港的變化 或者是她的一些心得裏面 跟我們參透這個玄機的? 好呀,那風水啊,面相啊 或者是泰伐那些東西 就都繼續看吧 好呀,我們一起去片 譚信變形,最紛爭 富貴名夫,又溫陽 中西南北,曾討異 富貴貧賤已超渡 現在社會就很開放 相信很多觀眾要吃朋友 其實都很容易的 點頭、握手,或多點出去玩 其實很容易的,Miva 是吧? 你挺主動認識朋友 不過Miva比較內斂一點 我喜歡上網 譬如去一些交友網站 有照片看的 有他的報告 我看到誰就要加他做朋友 說不定我都可以釣到金龜世 那你也相信 那張照片分分鐘都不是那個人 交友網 隨緣吧 當然我認識他之後 都要雙方了解一下 譬如出來吃飯見面 日久見人心 我相信我眼睛是雪亮的 那倒是 但你認識他久 但你也要知道他心裡想什麼 你別說交友網站 就算我們平時出來玩了那麼久 也未必知道他想什麼 知人口面也未必知心 你可否做知心人呢 不如問問梁善婷師傅 我很緊張 尤其是對於宅偶方面 很多人都上網 很多女生都是這樣 對 但我們又很擔心 會不會找錯了一個男人 找了一個壞男人 真是可憐 媽媽 其實如果這樣上網找男朋友 有個危險 為甚麼呢 容易找你懂不懂看無情的男人 懂不懂看怎樣叫色色 怎樣叫脾氣補醋 到你交往一段時間 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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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被他騙了 騙財又騙色 太遲了 太遲了 師傅 指點一下剛才所說的無情的男人 怎麼看 無情相 其實無情相 我們可以看到的 譬如他的眉骨橫路 眉骨起 所謂的 然後那個拳 那個拳位 就比較尖 一點 薄一點 薄一點 削一點 鼻子沒有肉 好像夾起來 夾起來 不是說鷹鼻的尖 而是用浪衫夾夾緊 鼻子很尖 很削起來 就無情了 對 而且眼睛 當我們看他的時候 你感覺到他沒有銳光在那裡 閃閃縮縮縮的 對 那我有沒有這些條件 梁師傅 無情的條件 有沒有 你也沒有 你情太多就有 多情 多情桃花重的男士 就是這種的點法 所以你絕對多情 不是無情 多情和花心有沒有分別 多情和花心不是一樣 即是花心 慘了 師傅刺爆了我 我說我花心 好 認自己是花嬰鏡 還是年輕 少年風流 睡覺不輕狂 我才知道多情自古空如狠 其實是嗎 另外一個話題 如果說多情 我自己也會害怕 好色 多情的反腦 自然就好色了 我先走了 剛才師傅又說我這樣 你沒有 你害怕 你不是好色 其實好色的男人的樣子 就是鴨偏不正 怎樣叫鴨偏不正 基本上鴨是圓的 但它在這裏 發線那裏 發線那裏是齊整 但另一邊突然扯上去 沒有頭髮的 定石膏 或者髮仔邊 癌癌殘殘 但兩邊不是平等 不平衡的 第一 鴨偏不正 第二 舔唇 有時我們去街上 見到一些人很喜歡 用舌頭舔一舔一舔 這些都是好色的 還有鼻 鼻那裏有點紅 鼻頭嗎 鼻頭紅色 酒糟鼻 酒糟鼻 對 有酒糟鼻是色色的 色色的 你小心點 好 小白套 小白套 反而我經常見到 舔你那些 因為通常見到棉花 十個有九個都舔舔你 流口水 所以就舔你了 你知不知道舔你代表了什麼 代表了喜歡你 口水流 唯獨Alan沒有對過舔舔你 我現在要舔一下 你舔得不像 所以證明這個人不是 他自己的樣子 假扮也扮不到 扮不到顏色的 相由深深 顏色就是有型 諸內有型也諸外 舔著舔著 就小心那種口水滴滴滴的男人 各位女士 除了好色男人 我們就不選擇 還有一件 就是 又鬼暑又小器的男人 叫他買一份禮物 我明天送給你 或是後天送給你 等你生日 等你擺生日 連服一年 你這也是不行的 小器 孤寒的男人 會不會也不是太好 不是太可靠 不過孤寒的男人 其實未必不是太可靠 也是好的 女人不要貪 貪了你很容易損失更大 是嗎 是 應該我幫她守著財 對 就不要洗她的財 對 但是也要小心 粗暴的男人 打老婆的那些 那些你也知道 很多女士都很害怕 我怕手滑起箭的那些 那些就是 起碼打我大力 我找個 好像這麼瘦的那些 打你也不同 我打你也不錯 我大力比你 原來你的感覺 你很害怕 那些功夫的人 怎會手滑起箭呢 身輕如艷 對 其實我是武林高手 對 你看不出來 真的有沒有樣子看 暴躁的人 暴躁有的 眼神很胸的 很老的 還有那個也是 眉靈骨髮皮 拳骨尖 臉毛四兩 嗯 是啊 又乾 又乾真真那些 是不是 臉又乾 乾 很粗的皮膚 皮膚粗 手粗 腳大 皮膚粗 比較粗 粗魯一些 不懂愛飾 對 那女孩子留意一下 如果看皮膚也可以 凍色一個人 是不是 一個粗魯人 那我要多些塗護膚品 否則就被人覺得我很粗魯 對嗎 多些做臉部 可能都可以 因為男生做臉部 是挺吸引女生的 不是一定要製造的 他還要做嗎 我怕他排長龍 不是這樣說 他是例外 他不做都已經排長龍 Alan 除了女生害怕的 男生有些都會怕 就是比較怕 做生意合作的時候 有些人會經常說謊 騙人的 或者作個故事來哄你給錢 其實那些有沒有樣子看 當然有樣子看 例如你看他的眼神 有沒有鬼鼠 很簡單 例如他跟你說話 他不看你的 眼永遠都是向下看的 或者跟你說話 經常掃你掃他向下 左右這樣 很閃爍 很閃爍 鼻鼻 很害怕 三角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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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兇 但誠實程度 還有呢 有沒有說牙方面 即是像人家說 牙齒 有口齒 對 牙是說誠信 嘴是誠信 嘴是誠信 如果牙齒 肯定這個人 說話都不會輕樂寡信 還有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你答應了 就算明明是底 他也會去做 即是善良 善良 俊誠信 俊誠信 又真是做到的 答應得你 就真是赴湯道火那種 會的 你這些很好的合作伙伴 找老公找這些 真的有依靠 不會說拋砌棄子 那種那種 豈不是先打電話機 但我看到有些人 反過來 可能對外就很誠信 然後回到家 又可能是另一個人 對 雙面人 其實最難看的雙面人 師傅 不難看的 什麼?不難看? 雙面人 我們叫做看刀棉甲 那一面 基本上我們這裏的面甲 有些人一片 好像我們用刀切東西 刀切了 是一片很平板的 正常來說這裏是有少許圓 要是瘦 就這樣套進去 雙面人 對外可以很好 回到家可以另一個樣子 或者對A關可以這樣 對B關也可以 另外一件事 咦? 這件事我有時看到藝人 都會有 是否做得起多 都會有幾個面孔出來 不同 會有少許 足夠的美方 即是為了有錢的利益 金錢利益或是… 未必是金錢利益 總之他要的… 個人利益 對 個人利益 但有一件事 他的破權文也會因權招惑 就在46、47歲便出現 好 多謝梁善廷師傅交流 多謝 梁善廷師傅 對…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關面上的資訊 可以瀏覽以下網址 www.fongshui8888.com.hk 或者致電6808-8857 自七十年代開始 香港每年都會誕生結晶 他們來自各行各業 他們工作表現優秀 而且肯回饋社會 潔清未必一定是億萬身家 也未必一定是定中名人 之所以因為是潔清 是因為他們比別人付出更加多 一個請他們上來聊聊天 講一下自己 講一下社會 講一下如何清出於難的事務 清出於難 約定你 天天好生活 新勢力主持 每天送上精彩生活資訊 和你品嘗各種口味 享受豐富美食 時尚服飾 即時展示給你看 潮流達人教你化美妝 換身綠 創衣無限 發揮你的藝術細胞 還有藝術來聊聊天 還有藝術來聊聊天 藝術無憂 上官師傅 你好啊 士師 你在看什麼 我已經上課了 對 你來得正好 今天我教你看日影 金堂和你上的 就是一個我們叫 高級陰窄風水過程 嗯? 在一個做陰窄的風水過程 其實我們一定要需要 量度日影 而量度日影的背後 是要照顧到那個地方的 驚度和緯度 因為在地球上的 不同的驚度 加上那個 真太陽時間 我們可以透過那個日影 而找到那個地方的 真北所在 你有沒有聽過 什麼叫真北 或者叫慈北 北 北便就北便有真和假 沒錯 其實慈北每年都會改變 因為我們做風水 特別是陰窄風水 其實真的不是每個師傅 不懂得做 一來呢 多一點涉及一些 我們叫宗教方面的東西 或者我們叫法科上的東西 另一方面呢 就做真正的陰窄風水 我們要求在那個地方 找到真正對著正北方的地方 所謂正北方的地方 簡單點說 其實就是北極的位置 或者那個北極點 北極點的位置 如果我們要找到北極點的話 就要透過使用日影 在那個月牆測量 然後找到一個所謂的真北 至於一般我們看風水 經常用到羅間上 指著這個方向 指著南這裡 指著北 例如現在這個南北的方向 我們稱之為慈北 以香港的地理位置來講 其實慈北和真北 相差其實有兩度 有兩度 沒錯 換言之你在香港 找到一個所謂正北的方向 其實不是北 是單個兩度 藥膜等於我們叫做 358度左右 未正正去到這裡所指的 360度 或者叫做0度的位置 換言之 如果你想那個陰閘風水做得好 你首先就要去一個地方 好像今天 例如這麼曬 最適合我們做一個 叫做日影上的測量 例如使用一些 我們叫Full Club的風水工具 叫做日影羅間 這樣就可以測量到 那個真北的位置 然後做出來的山分風水 才可以真正做到福音後人 相公師傅 找日影的時候 有沒有說分什麼時辰 找最好的 其實最好過了中午 因為很多熟悉 熟悉天文地理的人都知道 香港地處的位置 剛剛是北回歸線以南 如果找北回歸線以南 去找一個所謂叫做真北 千萬不要用午時 因為在午時的時候 很多時太陽真的在頭殼頂 如果太陽正正在頭殼頂 所謂立竿見影 它投射出來 好像我們地下的影子 你就很難找到 所謂太陽的真正方位 即是看到人影 又看不到太陽的影子 類似這樣 因為我們要精確地計算 太陽所投射出來的日影 而去推算真北領導的位置 需要很多天文儀器 也需要最簡單的 一個日影的設施 但是言歸正傳 主要是做陰宅風水 一點都不開玩笑 因為是涉及很多 子子酸酸的下一代前程 甚至乎那個姓氏 那個下一代到底興不興 好像就以我們現在站的地方 原來在做陰宅風水上 都非常講究 現在是不是大家看到一個大平地 你知不知道這個平地有怎樣的稱呼 名堂 一般人就以為是名堂這麼簡單 也都說有些略為適風水 就說是一個拜堂 原來這個就叫做子酸台 嘩 這裡的子酸台這麼大 那它的子酸台 嘩 我相信現在我們眼見這個子酸台 這個位置 連著前面的內銘堂 這樣算是大一個籃球場 你猜到站到多少人 我想這裡也能站到一千人 但是你這一千人 你猜一下姓是姓什麼的 嗯…應該這個姓比較特別的 沒錯了 是新界四大望族之一 即是四大元居民 那我知道了 一定姓文的 你怎麼知道姓文的 因為我剛剛看到 沒錯了 這裡原來就是文天祥宋朝 文天祥的後人 文士的祖墳 非常之出名的 稱之為旗倫套玉書 嘩這個名字很厲害 文臭臭 沒錯 原來這個旗倫套玉書的名月 那個好處是怎樣呢 能夠福任後人 會出一些讀書人 甚至乎做官的 就好像以這個月 幾百年前點了出來 之所以叫旗倫套玉書 如果大家聰明一點 尤其是經常看我們這個節目 你就明白了 原來旗倫兩個字 一定跟附近相關的 你看後面的山 那個山細似什麼 你看一看 這一種什麼動物 我這樣說應該是 像旗倫 沒錯 像旗倫 像旗倫 那原來這個就是 稱之為旗倫山 原來所謂旗倫套玉書的意思 就是透過這個旗倫山 我們又稱之為火形山 你見不見到它們像一個三鶴形 是啊 透過這個火形山 和附近的樹林 和前面名堂的樹林 就可以能夠令到 後代木火通明 但是師傅 這麼多火 有這麼多木 那不會燒光 不會 因為在術數裏面所說 適當的火 尤其是我們那個靠山 是所謂叫山觀人丁 水管彩 是主福任後人 和後世的人出來的 原來旗倫是一個瑞壽 加上附近的樹林的話 有木有火 那子孫呢 貨貨聰明伶俐 尚光師傅 這個不是很好月位嗎 為什麼這個位置會這麼窄 是啊 很多人都問我一個問題 是不是這個位置 做得越闊越好 其實你倒回 在陽閘風水裡想一想 你就明白了 原來這個位置 正正這個龍珍月色 又是祖先山盆的入氣位 也是它的正式氣口 氣口 其實大家聽清楚 一定要窄 但當然不能太窄 例如你看到現在這個闊度 是不是好像古時的一線門 你幻想一下 門這樣推開 其實門這麼大 剛剛好 如果你的陰窄有多大 怎樣也好 其實若莫這個寬度 就等於整體的 略為小於二分一 又比三分一多些 真正的距離 包括這個高度 有和這個闊的位置 其實最基本的 這需要採用老班的 Princeton 量度 obten可複任後人 的度數 我們不就是八度 或是 recapton 這樣才可以做 你新年代的 drool 你知道它叫什麽名嗎 這個粒 很像蔓頭 這個是官帽上的星 我記得是 instal twin 以前那些人 没再做官 做官也是一人 还有今时今日 如果你有时春秋二祭去拜山 就看到人家会有一颗这些星 原来写一个圣示在这里 是啊 原来最古老的规格 说到由宋朝 去到明朝 去到清朝 其实是一个严格的 有风水要求的祖坟 一定要做这个官母 有一个官星 主福音后人 能够做官 也能够考取功名 一古时子孙 除了要聪明 好像麒麟套陆书 本身是主目果通明之外 最重要是考试要成功 要有官运 要能够令下一代 后一代 能够有官运要行 官星 少不免 更加重要一件事 你看这个官星对上 是什么地方 正正是麒麟山 那个来龙去脈 我们说那样东西 在风水学生之为 入手龙 记得 手指是特首的手 入手龙 但它那个所谓的 能量 就会沿着山脊 一路落 落到一个龙真月的 然后收到所有旺气 这样才可以福音后人 真是一条直线来的 没错 师傅 如果是这样说 在这里就有三个冒月 那只在这条直线追着 那旁边那两个 那旁边那两个 通常一般人做 不是不是不是 是一样这么好 因为通常左右那两边 会是那些夫人 除了原配 可能是其他房的夫人 通常会左右两边排 正中间这个 就会是冒月的主人 只要整个冒月 我们这个叫麒麟套玉书 能够在这个所谓牵深十度 修正这条中族线的话 都是主富贵的 其他房都不会受影 还有一样东西 我发现到 旁边有两支好像笔 究竟是什么呢 文笔 文笔 有一集我们就说文昌塔 这一集就说阴宅里面的文昌塔 好 我们过去看 好 教官师傅 这个这么大的东西 就是你刚才说的文昌笔 是呀 文昌笔 其实要旺文昌 你有没有留意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一字 即是无论你的一字感 或者这样也好 这个就整个一字 这就是文笔 如果文士的后人 个个聪明伶俐 这个祖坟就一定做到 最重要是可以读到书 和写得一首好文章 在古时来说 要做官 读得书 和写得一首好文章 是很重要的 所以文昌笔 文昌笔 这个就在香港最典型的 就是在祖先山坟里面 都能够见到的文昌笔 原来它左一支 右一支 所以你又不会担心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例如掌房望文昌 美房望望文昌 一样 男仔望文昌 女仔都一样望文昌 那就男女平得了 但是师傅 这个文昌笔的大纸 会不会越大就越好 一定 如果它由这样引伸下去 你要记得了 在家居风水上高 如果它要和小朋友布文昌局 我不是教过大家 用什么绿色花枪 四支文昌笔 你一个绿色花枕 或者四支文昌笔 不要太小支 大支一点 当然要大支 我们称之为八多名之巅 明白吗 明白了 将来我帮小朋友布文昌局 都要有这么大 是吗 最重要是找我 我一定会帮你的手 师傅 这里就教你如何看中国 你知道这些字数 原来都是有规有矩 才可以公布任何人 是吗 你上一次还认不记得春秋雨季 有没有自己数过一下 有多少个字 都是大概这样 现在我教大家数 家屏的观众也可以这样数 开始了 生老虎病死生 这个是生 老虎病死生 这个也是生 老虎病死生 这样就圆角了 这个最重要是生 原来所有的阴窄或者山坟 要做中间那个碑 我们说那个碑文 中间我们称为中绑 原来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如果以倍数计 一是六个字 一是七个字 例如 生老虎病死生 一路数到生 就煮旺 老都没问题 我们最怕是虎病死 哦 那记得了 下次拜山的时候 听上官师傅说 试试数一数 如果那个碑文是真的错了 找一个好日子 做个碑 这个要求我们一千年来 至少根据记载 都是这样做 自然有它的道理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有关风水的资讯 可以浏览以下网址 www.fongshoihk.net 或者致电2146-1216